研究表明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至少患有轻度的失眠症 失眠时无法入睡和睡眠不足最终会导致许托身体和情绪问题 急性或短期失眠可能会持续数天或数周 通常是由中度至重度压力引起的 请看本台记者秦宏娟的报道 专家们一直认为治疗急性和慢性失眠通常需要更多的方便的方法 包括为了帮助治愈你的失眠症 让你的卧室和睡眠区尽可能的舒适温馨和平静 避免吃饭学习看电视 在手机上发短信或在床上支付账单 让你的卧室变暗为了让您的身体认为该入睡了 您的睡眠环境必须相对较暗 尽管许多人可以习惯一些光线 黑暗会触发大脑中退黑激素等激素的释放 重要的是在晚上的后半段进行放松 让您的身心为睡眠做好准备 在睡前进行一些有助于放松的活动 可以帮助促进更好的睡眠 对抗失眠和降低失眠的风险 使大脑和身体平静下来 例如深呼吸技巧 不要饿着肚子睡觉 抱怨的胃痛和饥饿的疼痛会分散睡眠 并有助于促进失眠 尤其是当年的注意力集中在食物上时 因此不要睡前三到四小时不吃东西